谢谢黄居士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学习 师父上人 1994年 所讲的《无量寿经》奖记 也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 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共勉 我们能了解老人家 出现于世的一代时教 对现世以及将来众生的重要性 那我们就能以师智为己智 来配合 那尤其佛出世 大善之士出世 都为一大事因缘 出现于世间 这个大事因缘 就是帮助众生 了脱脱生死 成佛 那尤其 老人家也是处在末法时期 在末法时期要出轮回 要当生成就 那奢侈法门 奢侈经典 那不大可能 靠智力要出轮回 几乎不大可能 所以在大教缘起当中 阿难启问 佛陀赞叹阿难 这个启问功德很大 当来一切寒灵 皆因辱问 而得度陀 所以 老人家一大事因缘 所纵 把净土法门发扬光大 把这一部经 能够大力的洪传 尤其八十五岁之后 那一天讲四个小时 一年讲一千两百个小时 这一份愿力苦心 我们当地址 我们当地址的 要把它沉传下去 那我们要红这一部经 人人的红道 飞到红人 我们也得落实这一部经的教会 我们所谈出来的 才有色受力 师长说 把无量寿经 变成人生的剧本 那这一部经 发起序很长 是大经的气势 因为第二瓶 德尊普贤第二 我们在这一瓶 交流了十几次 目的 希望我们 依照这一瓶的教会 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都不离普贤行 真的我们这样去用功 佛门有说 身则决定身 为什么决定身 因为频道已经接通了 西方极乐世界 普贤菩萨的法界 德尊普贤 那我们反思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有没有礼敬诸佛 对一切人 有没有看不顺眼的 一有这个念头起来 阿弥陀佛 跟普贤行不相应了 有没有在应付别人 敷衍别人 这个都不符合礼敬诸佛 在哪里礼敬啊 在家庭里面 对待家人 在工作当中 对待同仁 哪怕是走在街上 遇到人 我们都能提起礼敬 哪怕看到 这环卫工人 我们也是很礼敬 没有这种阶级之分 他也是在服务我们 他也有佛性 就想到施掌在 普利心灌注在这个生命中 知道我们 人家是讲到 广修供养 广是什么意思 广不只是多的意思 广是平等的意思 平等供养 平等礼敬 老人家提到了 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 跟阿弥陀佛决定没有两样 这样的法语很难得 我们要受持 把一切众生 不是当作阿弥陀佛而已 是他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能够 见人家的本性 不着在 他现在的向上 所以普贤行是 见性不着相 常常依这个普贤十月 来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而且要不断提升 因为学如逆水行舟 不敬则退 李静诸佛 称赞如来 我们有没有感觉 越来越能看到别人的优点 付出 而不是挑毛病 师长讲的 普贤神只有赞叹 没有批评 没有毁谤 道人善即是善 人之之欲失眠 阳人恶即是恶 急之甚 或且做 刚刚说 频道要接通 普贤行 频道接通 亲近心 频道接通 心近 佛土进 心要亲近 无量寿经 知道我们 要从哪里下手呢 善悟口业 不及他过 这个口业一起 心就不清净了 心里装着别人的 过失了 学佛 最重要的 用真心 我们不让 这些贪嗔痴 做主 广修 供养 服务他人的心 有没有越来越强 忏悔业障 每一天 在自己的念头 言行当中 越来越能 发觉 错误 不怕念起 只怕 绝词 这是我们 学习啊 得尊普贤第二 的受用之处 不能学过了 都没有 落实在生活 工作 处事 带人 接物 解形相应 我们才能提升 得尊普贤之后 进入大教 缘起 第三 我们看 这个 这一品的名字 大教 缘起 万法 因缘 所生 这个缘 因为 佛陀 放光 献锐 阿南 观察到 十节 因缘 今日 世尊 微光 鹤 如容 京聚 又如 明镜 影唱 表里 现大光明 数千百遍 他观察到 十节 因缘 他思维 今日 世尊 色身 诸根 月欲 清净 光颜 微微 饱差 庄严 从喜以来 所未 成见 喜得 沾仰 身 喜有 兴 所以他 急从 坐起 偏袒 右肩 常规 合掌 和白佛眼 他开始 启问了 这一部经 我们谈到这里 也有提到 阿南 懂得配合 佛陀 教化 众生的 因缘 那诸位同学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有没有 更会观察 因缘 配合 丈夫 配合 另一半 更好的 处理 家里的事情 或者 观察 因缘 配合 他人 把无量 塑精 介绍 给他人 或者你自己 观察到的 因缘 你把无量 塑精 把极乐 世界 介绍 给他人 有没有 哪一位 同修 在这一段 时间 有这样的 经历 这样的 因缘 有没有 肯跟我们分享的 有请 无影 理掌 成的法师吉祥 同修大德 大家吉祥 感恩法师 词飞 受课 那 莫学 想分享一下 就在 昨天 正是 因缘 巧合 正好 莫学 把这个 无量 塑精 分享给 一个 微信的 朋友 这位朋友 是莫学 画 画友 等于是画友 我们在 微信 认识的 不多 交谈的不多 但是 他等于算 是我画画的 老师 那么 这位 老师 他的外公 因为 得了癌症 然后 他在网上 朋友圈 有点气动 不好意思 第一次跟法师调理 我缓缓气 这位老师 他的外公 得了癌症 昨天 他就 这两天 在微信 朋友 发了一些 外公 受苦的 一些照片 莫学 看到了 就 觉得 在癌症痛苦的 病人 非常的苦 那么 脱离痛苦 那么 只有佛法 能够 暂时的 帮助 病人 能够 脱离痛苦 所以莫学 就给 这个 这位老师 发了 无量寿经 以及 老法师的 一些经典 还有 还有 还有这个 刘树云老师的一些 对佛法的一些认识 这位朋友 就 他接受了 因为在国内 莫学 让他 下载了 时光 讲堂的 APP 那么他也下载了 那么这个事情正好是昨天晚上的事情 所以 今天晚上 今天早上 莫学也 也发了一些 文章给他 那么 这位 这位老师 话友老师 也接受了 也答应 看 那莫学就 劝他 你看懂了 明白了 一些道理 就给外公说 让他 念佛 念佛 能够 帮助他 减轻痛苦 只要真诚心念佛 一定能够 自成感通 那 这就是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 莫学 因为这个 姻缘 巧合 那只是听到 陈登法师说 要随缘敬奋 那莫学 看到了这个事情 就 想到了佛法 认为佛法 如果能够帮助他们的话 那莫学就做到了随缘敬奋 好感恩 感恩 感恩 好 谢谢 吴颖学长 陈德 曾经 很幸运 刚好在香港 跟着师父上人散步 老人家 停了下来 回头啊 对着我们 在场所有的弟子 说了 现在求的没有别的 多带一些人 回西方 极乐世界 这是老人家的愿 我们的会命来自于 师长 那怎么报 他老人家的恩呢 以师志为己志 敬礼啊 多带一些人 回西方 极乐世界 众生欢喜 佛菩萨欢喜 师长欢喜 好 好 况且啊 无量寿经 指导我们 愚诸 众生 示弱自己 这是德尊普贤里面的教导啊 我们这个大教缘起 是阿难尊者观察 世尊 放光 显锐的因缘 齐请这一部经 那这一部经 已经呢 流传在这个世间呢 但是还有很多人呢 没有听闻 那我们也要掌握机缘 把这一部经 把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介绍给 有机缘的人 所以这个吴学长 他的朋友 的外公 生了重病 这就是一个机缘啊 在这种世界因缘 当事人 亲人都会思考 死身 死大 大家假如不了解 心里啊 一定都会有很多担忧的 这就是一个世界因缘 像最近 陈德留在台湾的时间呢 久一点 这十九年多 我回到台湾 那俗家 那俗家母亲啊 都说陈德是 蘸酱油啊 蘸一下就起来了 在台湾停留的时间啊 都比较短 这一次啊 停留长一点 一些亲戚啊 老同学啊 那真的是老同学了 都三十七八年的同学了 其实信任都很高啊 没有机缘 所以这一次一个 从初一就同学了 一见面 他的父亲九十六岁了 他父母很信任 我跟我关系都挺好的 见面 提醒他 父母年纪那么大了 你得扶持好他们 父母离成够啊 直到方成就啊 我们真的有心呢 都会观察这些姻缘 我说你现在就要铺定好啊 到时候我就可以协助得上啊 你爸爸妈妈那么信任我 人跟人的缘 都不是一世修来了 那今天 刚好有机缘 到一个老同修 那都是 十六七年前呢 就跟 我们一起啊 在台湾办传统文化讲座啊 我们那时候是智善基金会啊 而且是在孔庙面前讲课啊 他今天还拿了第一次在孔庙 在孔子面前讲课 他拿照片来说 你看参加的人有五百多人 我都不记得了 那个缘是他促成的 结果今天才了解到啊 是他妈妈促成的 他妈妈都叮咛他 你怎么没有去看你的小学老师啊 都督促他 都成年人啊 回来有机会要去看看老师啊 你有没有去孔庙烧香啊 要尊敬孔子啊 他妈妈推他去孔庙 很巧 就去了孔庙 就遇到孔庙负责的主任 就促成了这件事 今天才知道他妈妈是最大的共产 你看大家都没有见面谈话的机会啊 这个古人说见面三分前啊 真的有道理啊 我们感谢他母亲啊 对他的教育 他为传统化奉献那么多 他的父母是最大贡献者啊 今天见到他的父母 特别有道义啊 特别念旧啊 然后他母亲自己提了 说这个见过两个法师啊 第一个法师是 宣化上人 他是宣化上人送他一小尊佛像 后来好像只有那个座啊 留下来 他那个座他都不敢扔呢 那你看多巧 我昨天准备礼物的时候 就准备了一尊阿弥陀佛给他 可能是这个阿弥陀佛加持我的灵感吧 怎么这么巧 但是第二个法师见到的就是你 我说我今天也准备了一尊佛像 拿过来给他 他就在那里流眼泪 然后还说 我看他旁边女儿在那里暗示 你不是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看不到吗 你相信吗 其实在给我配合 把他母亲的情况 pass给我了 这个都是配合啊 然后我就跟他讲 哎呀这个 这个什么事都离不开因果啊 你看佛的舌头伸出来 可以把脸盖住啊 这生生世世不妄语呢 佛讲的都是真实的 然后你看那个海贤老和尚 因为我看他墙上挂着 成佛是大事 其他的啥都是假 我说海贤老和尚说 他见到老佛爷很多次了 老佛爷 他求老佛爷接他走 老佛爷说你还有任务 他马上回应了 对对对 我有看那个片子 又跟他说 廉池大师也是见了好几次了 他女儿就接话了 现在相信了吧 相信相信 你看人跟人都有缘分呢 都要洗这个缘 有时候亲人之间太亲了 一些话不好讲 我们配合去互相亲戚朋友的老人 尤其陈德又出家了 这个代表佛 还要宣扬佛法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缘分 我们有没有把念佛法门介绍给亲戚朋友 摆在重要的位置上面 这样我们就在转无量寿经了 如是妙法 信听闻 阴长念佛和身洗 要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有 我们得检查检查了 这一段时间 介绍几次 念佛法门 无量寿经 当然不是说逼大家一见面就要接受 介绍念佛法门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有没有那个心 再来有没有在铺垫姻缘 哪怕现在他一下子不能接受 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在表法 把无量寿经教的做出来 让众生接触我们就生欢喜心 因为做出来了 人家就对我们的信任度就越来越高了 所以我们能不能修跟阿难一样的功德呢 我们不能读了这一品以后 只是羡慕阿难 我们现在也可以修他同样殊胜的功德 尤其现在科技发达 诸位同修 你们手上有没有拨经机啊 最近有没有送出一两台 这个都修很大的功德 这每一品都要把它转成我们的生活 所以成的印象很深 一开始接触佛法 听老和尚讲经的就是听这一部经 老和尚说把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 在第十二品里面提到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 我们会相信众生的善根 哪怕他曾经造恶 我们都相信他有善根 哪怕他没有接触过佛法 我们都不要预设立场 像刚刚吴学长遇到这个朋友 外公身重病了 我们相信众生善根不可思议 我们不预设 我们尽力去做就对了 尽力的心是真诚的 自成可以感同 而且这一念心 会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 诸佛如来都是同体大悲 只要我们一心 帮助众生得度 他们的加持力 马上就到了 好 那这个大教缘起第三 佛赞叹阿难 静一步也提到了 如来以无敬大悲 惊爱三界 所以初心于世 光产道教 欲整群盟 会以真实之力 这段经文我们要随文入观 师长有说 他给我们介绍老师 他老人在谦虚说 他给我们介绍老师 介绍哪一位老师 阿弥陀佛 那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学 那无量寿经每一句都跟我们有关 我们随文入观 那这一段经文就把我们的大悲心换起来了 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圆 真上圆 把我们本有的大悲心要换出来 无敬大悲心爱三界 三界通苦啊 生老病死 愿正会爱别离 求不得 不应此圣 我们假如感同众生的苦啊 那我们就要会以真实之力了 现在众生业力不可思议 没有这个法门 要扭转他自身的业 家庭的业 很不容易 这万德鸿鸣能灭重罪啊 所以真的是惊哀三界啊 就能体恤现在众生 身心家庭工作 甚至于对整个世界未来的恐惧啊 他们的这些烦恼 我们能体会到 一有机会啊 把这个佛号介绍给他们 佛号功德啊 不可思议啊 那佛出现于世啊 昔有难逢 如幽昙花 昔有出现 那我们要珍惜 佛这一世啊 一万两千年的法运 末法九千年呢 就要靠这一步啊 佛说大圣无量诵 庄严清净 平等绝经 末法九千年靠这一步啊 而且黄念族老局势啊 又做了 非常完整的注解 这些缘我们都遇上了 遇上了 我们也有责任了 把它发扬光大 那这一步经起讲了 接着法藏因地第四 佛开始啊 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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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缘 阿弥陀佛啊 怎么在因地开始修行 那佛告阿难 过去无量不可思议 无央是数捷 有佛出世 明世间自在往如来 应供 等正觉 明行足 善事世间解 如上事 调遇上夫 天人师 佛师尊 师长的讲迹 到这里 是一个段落 那这一段经文呢 我们看到 无央数捷啊 那这个是很长的时间 这个也透出来啊 阿弥陀佛啊 在十节以前 因为阿弥陀经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于经十节 那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才十节 那他十节以前呢 不是新成的佛啊 他是九远节啊 就已经成就了 所以 十节以前呢 又是一个姻缘 他老人家 又视线成佛了 所以 《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提到 佛都是 生生世世 谁足于我 心无战舍 抓住每个机会 掌握我们的善根 包含 他每一次事件成佛 都是掌握我们 可以得度的机缘 阿弥陀佛如是 释迦牟尼佛亦如是 释迦牟尼佛 已经是第八千次 在我们娑伯界 视线成佛了 所以这一段 多少尊佛 生生世世 谁足于我们 没有佛经 把这些真相告诉我们 我们不知道 佛恩浩大 无量寿经 也点出来了 若于来世 乃至正法灭食 当有众生 执诸善本 以臣供养 无量诸佛 有彼如来 家威力固 能得度适 广大法门 我们现在在念 阿弥陀佛 接触到这个法门 有无量诸佛 有无量诸佛 加持 我们这个缘 才成熟了 没有这个佛经 点出来 我们不了解 因缘的可贵 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摄取 受持 因为这个法门是从国起修 你老实念佛 就设阿弥陀佛 果地的功德 为自己的功德 老实 辞明 全设佛德 深具 信愿 决定 往生 这是黄念导的 两句法语 所以这么大的功德利益 真的是会以众生 真实之力 念一身佛 一念相应 就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阿弥陀佛 果地的功德 就变成我们 因地修行的功德 从国起修 即修即果 所以不能再招大 阿弥陀佛的苦心 释迦牟尼佛的苦心 还有无量诸佛的苦心 他们都在加持我们 我们才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这些佛经里面的深意 我们能体会到 念着这个经文 就有很大的加持力 有佛出世 明世间自在王 如来 世间自在 王是做得了主 我们读到这一句法语 诸位同学 我们自在了没有 做不做得了主了 有几位同学摇头 那这个很重要 我们为什么做不了主 我们得经一世长一致 一切皆考验 看而怎么办 对境若不是 须在从头练 刚刚摇头的同修 有没有愿意分享一下 这几天我哪个境界做不了主 我的关键点在哪 我才做不了主 不然就在那里 哎呀很难啊 很难啊 很难不动心啊 你常常起这个念头 你的阿勒耶士 落的都是很难啊 你就越怕境界了 常常告诉自己 境界没有问题 是我的念头有分别执着 他在障碍的了我 有没有同修愿意 总结总结经验 但是呢 假如不分享出来啊 可得要好好总结啊 不能稀里糊涂的 每一次几天啊 又拜了 哎呀好难啊 都是落这些印象 要越挫越勇 面对境界要越来越知道 短板在哪 要突破的点在哪 前世不忘后世之思啊 这群书之要的精神 其实也是我们修行应有的态度啊 怎么样 在境界当中得自在 一定要受此老法师的法 处逆境 随恶缘 无惩慧 业障净消 随顺境 处善缘 无物贪吃 浮惠权限 那每个境界都是业障净消 浮惠权限 有什么不好 那这两句法语已经包含一些境界了吧 这句法语里面顺境逆境 善缘恶缘 怎么修指导我们呢 都是来提升我成就我的 怎么会不自在呢 所以重要的是啊 在境界当中啊 要把佛法提起来啊 要把师父上人的教会提起来啊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接着经文讲到了 佛的十个通号 其实这十个通号 就彰显佛的功德了 而别号呢 是这尊佛 只有他 这个叫别号 比方释迦摩尼 这个就是别号了 那其他这十个称号啊 这是佛的通号 如来 第一个 称号 经佛如古佛 是再来 这是浅的解法 还有一个 深的解法 引了金刚经 如来者诸法如意啊 如其信 信就是真心 就是本性 所以诸法如意啊 就是告诉我们 一切万象啊 都是真心 变现出来的 引了古德说的 已经作弃 弃弃 结晶 那我们 把这个 已经作弃 气气 结晶 用在 看一切人 晶就是他的本体啊 就是他的佛性啊 所以我们 人了解 这个都是如其信啊 都是为心所现啊 为事所变 我们了解这个真相了 我们看一切人 看他的本性 不看他的习性了 都是看到精致 不是看到他的外相 都是见到他的本性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普贤性啊 见性不着相 我们才能理敬诸佛啊 我们只要着了相 想到那个人 曾经骂我哪一句话 气就上来了 要把他着相了 就不自在了 就不是如来 这要练哦 你对一个人快要起情绪的时候 就告诉自己 先性不着相 就能转了 就能转了 然后呢 你不要见他的习性 你还赞叹他 他的错误你包容 他有一点好 你就赞叹他 人都有良心的啦 都有本善的啦 我好像以前 讲课的时候 有讲过 有一个先生 外遇了 结果这个太太呢 对他更好 然后我还称赞他 哎呀 你是在为我们家庭负担太多 太辛苦了 对他越来越好 最后有一天 这个先生提早回家 跪下来 跟他承认错误 良心不安 其实我们自己修行啊 跟要利益众生 有一个大根大本 就是相信 每个人都有佛性 相信每个人都有本善 这一个相信 不能在任何时候动摇 只要动摇了 我们就生烦恼了 你不动摇 信为道元功德母 保持这个信心 处处都是道场 哪怕是一个恶人 他都能感觉到你对他的信任 他跟你的缘会很不一样 这个陈德也有尝试过一些 我们在学校教书 那个 常常打人 骂人的那个同学 真的 真知初心本善 你真的对他好了 他的善根就起来了 我记得我送他一本 地藏王菩萨本愿镜画册了 我也是想说 赶快让他有净卫星 真有善根 他在他的手臂上 画了一尊释迦摩尼佛 给我看 真是可怜 他是果不教性来签 你真信任他 真爱护他 他在你面前 他的那个本善就流出来了 也都要随着我们 遇过的事情 我们跟坚信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我们不经历 体悟 我们对这句话的信心 会不会往后退 不静则退 我们越做越相信这句话 可是众生为什么还是不能进步 因为环境的诱惑 比一百年前的不知道多少倍 你现在能够去体会他的难 他感觉到你体会他的痛苦 然后对他的信心又没有减少 有可能他就被你鼓励 从一个鼓底又拉起来了 所以这个信任太重要了 我们要见性不能左相 说实在的 自己也是静静退退 要相信众生 要相信佛菩萨同体大悲 我们在鼓底的时候 他们都在旁边 随时等待我们转正念的时候 加持我们 所以要相信佛菩萨的同体大悲 黄林老师 总不能一直退 赶快佛号提起来了 赶快去听经 这个对自己的信心 对佛菩萨的信心一提起来 就不会再往下堕了 接着第二个通号 应供佛天人导师 没有佛的教化 我们出不了轮回 所以佛菩萨大善之士 为世明灯最盛福田 他们可以 以诸法药救了三苦 可以为众开法杖 往师功德宝 可以开笔智慧眼 开我们的智慧眼 获得光明声 我们可以避色诸恶道 跳出六道轮回的 那个恶性循环 怪圈子里面 当然 我们体会到佛菩萨的 慈悲恩德 也要效法他们 为众开法杖 广是功德宝 尤其啊 我们假如 是接受大众的信任 支持 供养 我们真正的 深教 言教 就要为众开法杖 这个才对得起啊 大众对我们的供养 像我们 德国晋忠学会 在柳会长 黄副会长 他们领导之下 疫情发生 但没有影响他们 为众开法杖 把他开的班更多了 我看现在开的班 可能快超过十个班了吧 都一直在增加 上次我们已经提请 我们董老师来 副讲师父上人的 大经科著 他已经在准备了 好 我们再来安排 讲这一部经的功德力 非常大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就觉得这个加持力很大 好 那师长在这里呢 还讲到了 我们供养 弘法的人 也要有智慧 因为是世事供养 你不能供养了太 优惑了 供养到最后 他都染到世间的五一六成 那这个供养就缺乏智慧了 我们都要依照佛的教导 我们不会学错 不会做错 所以师长这一句 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 很有道理 佛交代后世的弟子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你今天去遇到一个弘法团体 他所有的东西都要是明白的 然后还说 我们这样 人家遇到我们就说 你看佛教团体这么有钱 我们应该来学佛 我说佛没有这么讲 现在都一套一套的 你不以佛的标准 就被他讲得一嫩一嫩的 安平乐道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我们台湾广青老和尚 他是一代高僧 他所教的那传自辈的法师 生活都非常简约 都是一日不做 一日不死 很有道风 信众一接触 对他们都肃然起敬 所以佛提醒 我们护持 是要世事供养 让他基本的生活没有问题 要依这个标准 所以饮食 衣服 卧具 医药 这几方面 不能护持过头了 贪心起来了 所以真正修服 也是要有智慧 不能感情用事 不然总免不了 造罪业了 师父这些话都很重要 这里还提醒我们出家人 身在这个社会 认清这个时代的 情况 常常接受大家供养 师长 师长以他自己现身说法 提心吊胆 唯恐 堕落 所以大众的供养 师长第一 应经 因为经是佛母 法者万事身灵之眼目 开我们的智慧 子孙虽与经书不可不读 经典 这个佛不在世 三宝 以经典为主 所以应经 很重要 可是我们学法 不能执着 老和尚都是应经 那我也都应经 所以大臣佛法 核心是什么 不执着 法没有定法 因为我有看到现象 法宝印太多了 结果都拿出来 要把它丢掉 看了都心疼 我有一次在一个道场 看到好多 把这些法宝 都拿回来了 我在那里 挑了 好像挑了两箱 那个法宝都很好的 挑了两箱 寄到英国去了 那假如现在法宝都过剩了 那我们还要把应经 摆第一吗 当然 没有的经典 又很重要的 当然要硬 那我们要去观察 那现在最需要的 是要护持哪方面 那承德的观察 让洪法人才没有厚护之忧 他们全心全意 就洪护正法 我们护持他 让他没有厚护之忧 不然很多洪法的团体 不然很多洪法的团体 有一些人才 他家庭生活 顾不得了 那他只好去找工作 但是他确实有洪护正法的能力 你讲到这个时候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你说执着 我们要省一点 省也会执着 你省到留不住人才了 那才是真正的浪费 一个团体里最重要的 资源是什么 就是人才 你那个人才变动大 损失的金钱 时间 资源更大 所以都不能出现执着点了 市长又说 他的供养里面 做讲学经 清寒优秀的学生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下一代要出人才 那优秀的孩子 能好好学习 成就学问 成就道德 那这个 无后为大 就让我们联想到 这个一条龙的教育重要了 所以市长 这是1994年说的 到他老人家 90岁前后了 都是讲 搬一条龙很重要 好 那市长 接下来在这一段 硬贡里面讲的 这对出家人讲的 佛们有一句真话 叫 精神不了道 披毛带绝缓 我念的这句话 看着你们 我就要深呼吸的 你们这么信任支持 我精神不了道 披毛带绝缓 我当时我在分享这个太上感应编 那边汇编 有一对父子 都供养一个出家人食物 结果这个出家人没了到 之后变成了 这一对父子 院子里面的 草菇 然后每天还要长给他们吃 还要还他们 我看完这个故事 真是阿弥陀佛 所以 师长老人家有说 这个修行 要求根本治 求后德治 根本治是主 主兵要分清楚 后德治是兵 我们大家一起探讨 这叫后德治 根本治是修定 修清净心 定须喜也 要喜定 在这一段教诲 目前在线上有的 把这一段法语 发给我们大家 好 我看汉学院的同学都没上来 因为今天是开学典礼 他们也准备得很用心 我们院长回到汉学院 刚刚我也参加了开学典礼 在这里要给大家致歉 我们今天研讨会 也延了一个小时 这个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要礼敬诸佛 给大家变了时间 又不给人家解释 这个就不够恭敬了 所以这个礼敬诸佛 都要在我们处事当中 要提得起来 所以师长强调了 修根本治 在家人一天 最少一个小时 我们那个定课 读经念佛 就是洗定 修根本治 那妄念在此刻 越来越少 专注 做定课 出家人 老法师说要三个小时 因为出家是专业修行 所以我看到 一天要三个小时 我就很惭愧了 所以我要调整 自己也修根本治 时间要增加才行 最近刚好 这个装词法师 送了我一个念佛记 这个念佛记设计得不错 它可以计算 可是它又像佛珠一样 像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又可以计数 又像念佛珠一样 而且它很滑 很好按 然后这个设计 很能够像追顶念佛 阿弥陀佛 佛号可以快 心不可以乱 那个追顶念佛 它是一生接一生 那妄念不要进来 我们不能念快之后 念得自己心都挤了 那不行了 今天是 两万六千零一十六 这个是有算的 因为我今天出去见客人 不是 见同修 在车上 在车上就可以念 所以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这个夏老 黄老都一直强调 所以感谢同修 我们刘老师弄了一个念佛群 这个也编册我 每天得要念 得要包树 对啊 这个出家人不带动 这个有师直守 所以现在都是被逼 逼的就不会懈怠了 所以真的是感谢 大家信任我 给我安排这些时间 跟大家做交流 有这个任务了 我能够不看奖纪吗 不可能 所以真的是感谢 大众对自己信任 自己有这些承担 就不会懈怠 假如没有这些责任 那个时间摸啊摸啊一下 一天就过去了 好 所以这个陈德啊 刚刚提到 吴厚伟大 培养 宏富的人才 是当前最重要的 又刚好有那么多年轻的 同学们发心 那这个原剧组啊 我没有认真带他们 那我是有过失的了 可是我要认真带他们 我得先带头啊 老和尚教学很重要的理念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读书千变 其意之限 所以 我无量寿经 我也得读书千变啊 我给他们讲课 讲诗书 我这个诗书 我也得读书千变啊 要下这样的功夫啊 我才能把心得供养他们 不然我说 同学们读书千变 其意之限 同学们接着问 法师啊 你念了几遍啊 那同学们一问 那我怎么打 出家人不打妄语啊 所以有这个责任啊 要带那么多年轻人 我不下这些功夫啊 我没法带动他们 所以这些功夫啊 我都得下才行 到时候我念了一千遍啊 我再给大家做报告 我再给大家做报告啊 我再给大家做报告啊 老人家把阿弥陀经 要解的精华 跟无量寿经的 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这个要解里面最重要呢 往生与佛 在信愿之游 要解里面讲六性 信质 信他 信因信果 信理信事 这个都很关键的 信愿行三之两 发菩提心 真性切愿 就是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就是持名 就是行 其实三之两 跟无量寿经的中药 是完全是相应的 无量寿经 是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所以偶尔大师说 你念念想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 就是菩提心 那黄老这么慈悲 把他一生的修学 掌握了 掌握了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的中药 讲了这个专题 大家有空要学习 而在讲这个专题前 他老人家讲了一段话 我印象深刻 老人家说 我是一个愚痴的凡夫 就不能不重视修行 那现在每天 要写筑节 那筑大经 我还要修法 还要念咒 还要念佛 修法是为众生 他每天还要做这么多事 老人家说 现在念佛少了 但是不能少于三万 那听了真的是头皮发麻 黄老 禅宗 传承的 善知识给他印证的 密宗又是上师 他给我们视线 我是愚痴的凡夫啊 要重视修行啊 每天佛号不少于三万 他为什么这么表演啊 为我们啊 给我们做榜样啊 老人家 往生前几个月 一天 十四万生啊 提醒我们 不能掉以轻心啊 这样的大善知识 他修行的态度 我们不能不观察 我们不能不效法 诸位同修啊 我们互相望一望啊 我们都是秋天啊 甚至啊 有冬天的啦 四十岁到六十岁 秋天啊 我已经到中秋了 老法师讲经的时候 说生死大事什么时候办 秋天就要办了 你的念头里面说冬天才办 很可能就办不成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寄望在未来 就很难安住当下用功 一不安住当下用功 夜消不了 夜慢慢慢慢就会发动了 警方业力发动 所以大家冷静去观察观察 说我以后再来用功的 哪一个得力了 一个都没有 我观察到 我所遇到的 长者 有一个长者 跟我妈妈同睡 比我母亲早学佛 二十年 三十来岁就学佛了 你看她的语言好不好 非常好 那李秉兰老师那个时代 他们就文法了 但是啊 没有好好用功啊 所以无量寿经这句话重要 何不于强健时 努力修缮 欲和待乎 结果 到五六十的时候啊 一念佛就打瞌睡了 这个都有业力了 那一念佛就打瞌睡 怎么消业障 怎么得力 现在八十一了 有点痴呆了 身体很不好了 做不了主了 我母亲身体还不错啊 跟她同睡 又比她晚二十年学呢 所以我也跟我母亲 讲这个例子啊 说实在的 我们现代的人啊 都不是从小学传统话 不是从小学佛的 我们的定力都有限啊 都要义重靠重啊 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摸东摸西的时间就过去了 再看看电视就完了 再接接电话 落落科 拉拉寡 这个 这个真的是感恩佛菩萨加持啊 感恩 这个静中学会啊 这道场负责人 特别护念老人 成就啊 到了道场去 每一天 要不是念佛 就是听经 哪有时间在那里东摸西摸啊 陈德问母亲 感觉怎么样 很好 很充实啊 佛号越念越多了 在家里呢 有可能 家家里一看 房子也不小啊 你要整理东 整理西啊 那在道场里面 同参道友一看到你那么年长 就扶持你一心修行念佛 怎么回报 你每天认真修行 他们看了多高兴啊 好 所以这个 我们接受大众的供养支持 我们就要以精进修行来回报 陈德跟母亲讲 来佛有三圣啊 你看道场都要有人标 刚好他们道场有三个老人 我说你要带动 带动精进修行 精进念佛 人呢 有一个责任呢 他就不容易懈怠了 这我也要修点 请佛注释的功德 我们普贤行要用在 跟父母的互动上面 好 第三个通号 等正觉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所以我们学佛啊 求的目标啊 是开智慧 不是求世间的知识而已了 而且不能只是求自己觉悟 做治疗案 不是这样的 要不是只有正觉 正觉是阿罗汉 也不是只有正等正觉 正等正觉是菩萨 他还有无明烦恼 像等觉菩萨 有身相无明 还没有完全破镜 我们求的是无上正等正觉 阿弥陀佛啊 成就极乐世界 也是希望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快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十本不离 直屈绝路 成佛最快的法门 这一句佛号 帮助我们提升到念佛三昧 三昧中王 保王三昧 所有三昧中的王 我们遇到这么好的方法 不能糟蹋 谁忙谁闲 不离弥陀名号 顺境逆境 不忘往生西方 再来明行足 明是智慧 行是德行 足是圆满的意思 所以佛是智慧 得行圆满 那也要期许自己 也要期许自己 智慧 得行 我们每天都要不断提升 每一天不能空过 第五 善事 这个事 是极灭的意思 把烦恼妄想 分别之所灭掉了 清净极灭 那为什么加一个善呢 因为阿罗汉 他也是清净极灭 但是他不够善 因为他住在涅槃 没有主动来度众生 所以这个善 就是不住涅槃 也不住生死 能够极相 极相就是不住涅槃 离相就是不住生死 这个极相啊 就是额生极星 离相呢 就是因无所住 所以其实啊 我们说学佛就是用真心 怎么用真心 因无所住 就是我们面对一切人事物 没有执着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要露印象 心地很清净 去应 所遇到的静缘 清净心 因无所住啊 那遇到这个人 该关心关心 该供养供养 该理静理静 而伸其心啊 我们只要在境界当中啊 没有着相 没有伸情绪 没有伸烦恼 那我们就可以伸起 真诚的心 慈悲的心 就而伸其心 谁遇到的缘 妙用 我们不被这些境界 起情绪 起烦恼 就妙得起来了 极相 离相 怎么练功夫 那一天 收到一个 早安的问候 写道啊 连在泥中 显清净 人在尘中 练心性 莲花是出玉泥而不然 我们现在 人在六尘当中 五欲六尘里修行 练心性 练不动心 不被境界转 然后念头指在哪 念念为他作响 我们就生起慈悲心 立众的心 所以金刚经在哪里 真心在哪 在我们 接触一切境界里面 见到这个人 因无所住 不会啊 脑子里冒起 弱的印象 是吧 我们一冒起自己 弱在心里的印象呢 对他就有不舒服的感觉 甚至于是 对立的心就起来了 或者想要 逃避的心就起来了 哎呀 最讨厌看到他了 你看 弱了印象之后就起作用了 这些都要放下 有了分别执着啊 成见了 赶快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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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阿弥陀佛 额神齐心 去应那个经 都要立式练心的 实在讲呢 这不起念头太难了 只是啊 要只怕厥齿 别忘了这个人出来了 确实 他还骂我 我知道了 然后自己那种 不舒服的感觉起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然后就观想 他是阿弥陀佛 自己的心境就平下来了 本来是 想起他的过失 现在平下来了 然后就想他的好 称赞他的好 哎呀你之前对我怎么好啊 称赞 你又可以感觉 那个彼此的互动啊 变了 真的是 一抱随着正抱转 真的不干别人的事情 慢慢慢慢 你都静气浅显 跟他的关系 就会慢慢改善 所以修行 就是令不被静转 能够转静 怎么转静 其实就 护好自己的心念就好了 也不是很复杂 好 极向离向 在境界里面念 今天时间到了 看看下一次 有没有哪一位同修来 分享一下 极向离向的心得 那这个 我们就能体会 这个善事的味道 好 那今天 谢谢大家的参与 阿弥陀佛